HELLO 大家好,我是神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如何格式化磁盘,就是format disk。 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神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订阅和关注神浩TV。 首先,如果你是要格式化你的外磁盘的话,就是external hard disk。 你需要把它先插入MacBook。 还有一个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在format前,要先确定你格式化的磁盘,里面的文件是你不需要的。 因为format过后,里面的文件也是拿不回来的,要拿回来也是非常困难。 这一个呢,是我刚刚插入的pen drive。 然后现在我们按 shortcut key,就是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this utility,然后enter。 在左手边这边呢,我们选择我们要格式化外磁盘。 选择好过后呢,就点击上方的arrays。 这里呢,你可以输入你想要显示的名字。 就是说,这个名字。 以及你要format成什么样的格式。 和它是什么mac。 这个schemer我们就会选择default的。 而这个format呢,我们会选择esfnt。 然后按arrays。 完成。 所以你的这个外磁碟呢,就会变成untitle。 而它的format就是esfnt了。 如果你要改名字的话呢,只要right click, 然后rename。 就可以了。 顺便一提,esfnt的格式呢,是适适Windows和macOS的。 所以缝面过后呢,这个磁盘是可以在Windows和macOS之间互相传送文件的。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么就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好用的apps,或者是使用的技巧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我是神浩。 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